花蓮10月初推出的2021花蓮太平洋温泉季 布置全台唯一的双光影展区 而到现在已经吸引了超过5万的人潮 今年活动将在10月31号结束 也请游客要把握最后一周光影展期 而近期是在瑞穗温泉区旁的红叶部落 更结合了赛布节 设置了全新的装置艺术品 欢迎趁天气微凉泡汤的时候 能够就近欣赏到部落艺品 同时还有抽万元大奖的好康 2021年花蓮太平洋温泉季活动倒数一周 爱泡温泉拍美照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今年以英雄美人双拳灼暖为主题 在瑞穗安通温泉区以光影美景 缤纷灯朗装置艺术等装点温泉箱 游客泡完温泉在光影小径行走 更能感受到休闲浪漫气氛 此次的特色是在我们的瑞穗温泉区 我们有一个光影的设计设置在我们温泉区里面 欢迎大家来探索 另外在安通温泉我们也有离台九县最近的 我们的野溪温泉 在那里我们更建置了一些新的 非常吸引人的光雕 也建置在我们的安通温泉 太平洋温泉季也持续与地方文化连结 延伸温泉瑞穗区活动场域到万荣乡红叶村 结合晒布节邀请擅长以太鲁阁织布 为创作素材的在地艺术家林介文 在红叶村入口处设置代表村落精神的装置艺术作品 欢迎游客经过瑞穗温泉区的时候 也能停留下来欣赏部落艺品的美 记者高双生瑞穗香采访报